花莲市有两位选手在今年参加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中 获得市长女子组保龄球个人赛以及拳向的第三名 还有听长女子桌球单打第二名 市长魏佳贤特别颁赠体育基优奖励金 也鼓励身长朋友走书家门参与各项活动 让生命更精彩 111年度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4月份在台中举行圆满落幕 花莲市的选手舒奇梅还有陈乔宇 分别在保龄球和桌球项目里头表现相当杰出 市长魏佳贤特别颁赏表扬 也表示会全力推展各项运动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公所又同仁舒吉梅女士 也获得了两项的一个保龄球的一个大奖 那我们也对于她来讲 我们公所也颁发一点小小的心意来肯定她 那还有桌球的孩子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不论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还是我们其他的运动项目的朋友们 都能够努力为自己的方向跟目标 朝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肯定的方向去前进 那我们相信未来一定有很好的成果 那站在花莲市公所的部分 我们会全力的推展各项体育运动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的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再次的谢谢理事长跟所有的好朋友们 为花莲为自己一起努力打拼 视觉障碍福利协经会理事长黄协文表示 这次带领着低市能和全盲的朋友到外线市比赛 让他们可以尝试新的事物 也可以知道人生的乐趣 因为我们在练习过程中也很花费很多的金钱跟精力 体力去练习 那让这些视障者可以走出来 然后有有爱无爱 那所以我们也是让大家愿意走出来 可是因为一个人去外面就会不知道 怎么走路啊或者是定位这一个部分 我们带着这些低市能 然后全盲的人去这样子参与活动 让他们也有勇气可以让去尝试新事物 也让他们更有知道人生的乐趣在哪里 今年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中 在花莲市立图书馆服务的书籍梅 在视障女子组保龄球个人赛 还有个人权项分别获得第三名奖金八千元 就读驻强国小的陈乔宇 则是在天障女子组桌球单打取得第二名 由于今天不便出席 六千块的奖励金要汇入他的银行户头 这旅会幻市报道